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僵尸末日生存指南 那么我们的烟鬼这边呢已经春暖花开 咱们呢在野外啊碰到了一个穿着半截袖的幸存者 邀请他上车呢回我们家成为我们的伙伴 回家的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已经被堵死了 前面呢到处都是汽车的废墟 通过和幸存者的交谈呢咱们可以得知啊 他是从这个南方来的 南边的城镇呢僵尸更多 而且听他说呢还有很多的幸存者 已经提前到达了我们的城镇 一路带着我们的新伙伴啊回到了家 下车呢咱们都觉得呀十分不对劲 家里呢似乎来过人 从我们家的床单上去呢可以发现啊 里面有几个鸿鸣的人 他们还大声叫嚣着要干掉我们 本来呢想着和平处理 结果呢他偷了咱们家的所有枪械 甚至呢武器呢都可能被他运出去一批了 我们呢也是不客气啊 直接将其砍翻在地 那么通过搜索他们身上啊 我们可以发现啊 他确实是拿了我们的武器 那么这些人呢既然敢搬运我们的武器呢 就说明他们在附近呢 是肯定有基地的 那么咱们步行呢来到了这一行人的基地啊 发现他们正在被僵尸围攻 果弹出手呢救下他们 为了救他呢我们还短暂的受了一波伤 那其中的一个人呢就拿枪对准了我们 没有办法对面人多失重呢我们只能先跑 结果前面呢还是有人 看来这个营地啊人数非常的多 不过前面的人呢似乎没什么武器 他们想凭借人多失重的优势来打倒我们 我们手中的武士刀可不答应 一番交战过后呢他们所有的人啊 基本上都被我砍了几刀 跑了几个人呢似乎回去就要增援了 我们呢也是见身不好就地撤退 改日呢再来登门拜访 跑回家呢抓紧拿起武器 把武器呢分给我们刚才招造的小伙伴 让他替我们守住大门 一场大战呢即将爆发 看到看到这儿呢喜欢的兄弟 别忘了双击点赞 记得加我的关注 来看我的直播哟